这个地点是在嘉义市 有民众发生了车祸 那么救护人员到现场才赫然发现 已经高龄91岁的老先生 他躺在路中间 被这个电动四轮车压住 没有办法动弹 那旁边呢 还有一位是27岁的女骑士 她是侧卧在路旁 两个人都被紧急送一急救 目前的事情情况又是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韦翰 韦翰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路口监视器记录到一辆电动辅助代步车 行进中山路与安河路口时 突然左转导致后方机车 闪避不及撞上 车上行动不便的91岁老翁 遭电动车压住动弹不得 而后方追撞的27岁机车女骑士 也倒卧在路旁 我们赶紧来听听警销前往救援的经过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 这个驾驶是一位91岁的这个长者 那因为被撞击的时候 这个电动车有翻覆的情形 那到现场的时候这个长者 还是侧卧在这个电动车下方 没有办法动弹 那我们救护人员就立即 跟他做一个评估 那评估之后赶快做一个救护的处置 好的这起车祸发生在5号上午9点多 91岁老翁骑着电动辅助代步车 在经过路口时无预警的左转 由于相当突然后方机车闪避不及 撞得人仰马翻 老翁当场被电动车压在底下 还好紧销到达救援时 老翁没有大碍 由于最近嘉义地区 电动辅助车事故频传 警方呼吁这种车辆 还是受到交通法规的约束 如果没有依交通号制遵行 造成事故 还是有相当的罚则 呼吁家中有长者 使用类似这种代步车 要多加劝导 以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不但伤人也伤己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